大家好,我是钟一劳 在胆囊解食的治疗过程中 我们胆囊解食通过胆囊管排除的过程中 有可能出现胆囊管的梗阻 尤其是下段的梗阻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急性的一泻炎 那么怎样避免出现胆总管的解食梗阻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我们胆囊管的直径只有3到4毫米 而我们胆总管的直径是5到7毫米 原则上胆囊解食只要经过我们的胆囊管 那么就一定能经过我们的胆总管 那么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胆总管的梗阻呢 当我们解食短径小于4毫米 而长径有可能在7、8毫米左右的情况下 当我们解食顺利的通过胆囊管 到达胆总管的时候 我们出现情绪的变化 出现急躁发怒生气 这时候呢 我们可能出现胆总管的扭转 而造成解食的扭转 而解食一旦出现短暂的欠盾 那么呢 就会出现胆总管内壁的水肿 那么就容易出现胆总管的解食梗阻 那么出现黄胆呢 疼痛啊 非常严重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 不要呢 过于的贪图快 所谓的太过呢 就是我们应用的力胆排斥的药物 不能过多 所谓的力胆排斥的药物呢 就是增加我们胆囊收缩 使解食呢 和胆质快速的排出胆囊 力胆排斥的药物过多 四五毫米短镜的解食呢 也能排出我们的胆肠管 但是肠镜稍微长一点 由于我们胆质排泄力度过大 出现呢 阻塞 短期的胆肠管阻塞 就会造成呢 解食排出来不顺畅 出现了一过定的症状 所以说治疗呢 不要太过 尤其力胆排斥的药物 不要太过 第三个呢 饮食结构 胆质的排泄 它靠我们小肠 它的粘膜 分泌 胆囊收缩素 止餐能够加大 胆囊收缩素分泌的力度 它也加大胆囊的收缩力度 所以说呢 在治疗胆囊解食过程中呢 饮食结构 不要过于油腻 除非呢 这个解食是泥沙状的 都是一两毫米小解食 我们可以早起止餐 使解食呢 快速排出来 那么呢 当解食是块状 甚至呢 有长径和短径区分的 那么我们不要吃过多的止餐 防止呢 解食有可能 进入我们胆中馆 进行欠钝 或者呢 耕阻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